记者红素京台北报道,白冰冰日前录制冰冰手,玩游戏过程中,因重心不稳导致后脑勺撞上舞台阶梯边角,让在场工作人员全都吓傻,马上开始冰服并让冰冰姐休息,索性休息过后并无大碍,白冰冰昨天也在脸书PO出自己持续在家修养的照片,跟大家报平安,经照原定计划进棚录影。 中市董事长也信彭探班未问,白冰冰说到那天跌倒当场,真的头非常晕,还马上肿一个包,本来还有人以为是做效果,没想到是真的重摔,现场工作人员马上蜂拥而上,并马上准备冰块先冰服休息。 当天稍作休息后,白冰冰仍坚持把当天录影工作完成,经白冰冰笑说这就是度过38妇女节。 白冰冰表示,昨天收到许多人的致意简讯,爆料和李琳打来慰问时说,你有没有要紧,晚上有人跟你睡一起吗? 被一旁的人鼓吹爆料到底晚上谁跟他一起睡,白冰冰说也因大家的关心,有时才又会想到说,其实我也是女生耶,我干嘛要这么个一哦? 白冰冰厚脑着地,中市提供,白冰冰厚脑着地,中市提供,白冰冰厚脑着地,中市提供,白冰冰厚脑着地,中市提供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